好 設定內容區表格內容 好 那我們點右手邊這一個圖示呢 我們就可以把底下這些呢 這些這些程式碼呢 先把它複製起來 好 那我把它複製起來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這一個地方 好 然後呢 我們一樣 把它貼上去嘛 好 那我稍微把它 對齊一下 好 那最後呢 我們記得把它存檔存起來 好 那我們對於我們的這個網頁內容 我們要重新整理一下 好 那這樣子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 這些都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這邊會有顏色 上面的顏色跟這個顏色 還有這個綠色的顏色 它是怎麼來的 好 那我們可以啦 看到最上面這個地方 好 好 因為設定一個叫做嘛 好 因為設定一個叫做嘛 這個叫做 success B 有沒有 好 所以它顏色不同 是因為我們去定義了它的這個 這個 class 叫 success 那像最後一個 C這個地方我去定義它的顏色 這個地方我去定義它的顏色 它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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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淡黃色的 淡黃色 好 那這些東西呢 表格應該從哪裡去看呢 就是在 bootstrap的 CSS 這個地方 那當你去下一個關鍵字 Table 好 你就可以看到第九個 這個地方有個Table 那表格它的用法 它的用法其實非常的簡單 都在這個地方 你看 它也只不過是 用的這些 這些 用Table的這個名稱而已 它只是用一個很簡單的這個Table的名稱 好 就是你只要告訴它 外面這是Table Table的標籤 然後class用Table 它就把一些樣式都幫你排列整齊好了 OK